这次访问是中方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前夕开展的一次最重要的元首外交活动 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哈中乌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标志着中哈中乌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次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分别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举行会谈 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元首外交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政治保障 长期以来中俄两国元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密切交往进行战略沟通 引领两国关系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如果有相关的消息我们会及时发布 我想我能告诉你的是中方会与相关国家一道 确保习主席这次访问安全成功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过多的解读 我们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根据疫情以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做出的决定 在与余俄罗斯相关领导建计为50公斤 是 在与余俄罗斯相关领导建计为50公斤 在与余俄罗斯相关领导建计为50公斤